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灵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找你简直是百番周折 我到大门口就给我拦住了 然后我就去你们系主任那儿查你的人名单 那么麻烦 那可恶吗 我到你们寝室 他们说你不住这儿是吧 还不是因为怕我爸知道 所以就没敢住校 不过我们学校不同的学生住在校外 所以我今天就得搬回来了 今天就搬啊 还没搬呢 不是等着你把我搬呢吗 行 你今儿没课啊 今天有节公共课 我逃出来的 你竟然学着逃课了 不是为了你吗 我轻易是不逃课的 你现在是班长呢 你也是班长啊 我也是 真的 真的 走 麦思儿 你们一块吃点苹果吧 不用了 放这儿吧 鸽子姐 金林 我刚刚是个同学 她来帮我搬东西的 你真的要搬走啊 是啊 校方有规定 没办法 我是担心 不用担心鸽子姐 真的你放心吧 住在宿舍里应该会很安全的 小碩 要不你再去跟你们学校商量商量 商量过了 他们真的不同意 那我一会儿 一块送你去你们学校吧 不用了 东西也不多 就让她帮我拿就行了 鸽子姐 以后有时间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小碩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你的老师辞职去深圳了 老师辞职了 他让我先别告诉你 不过 我也不知道 你下次什么时候才会来我这儿 老师为什么要辞职啊 对啊 怎么说辞就辞了 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是啊 鸽子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也是突然决定的 小碩 你知道吗 他为了你 打了你爸爸 现在学校和派出所都在查他 他说自己没错 但是第二天就辞职了 那老师去深圳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他说到了深圳那儿会联系我的 其实啊 他早就不想交了 那儿 鸽子姐 对不起 我突然觉得好像是我害了老师 小碩 你千万别自责 你老师辞职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能 他是想去做一些 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你别担心了啊 你别担心了啊 spek incarcerated 在地儿做一个 敬礼 今天你可辛苦啦 那不 rum 什么 哪哥 我走了 哎 露室 醒一点 我下礼拜来看你 好 谢谢啊 走了 买丝尔 田田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就刚才 你是来找我的吗 不是的 我是顺带经过这里 我就进来看看 真巧 今天刚刚走 是吗 要不你到我宿舍坐会儿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怪不得呢 清零一整天都没有去上课 老师同学都在找她 我也很担心她 老师 你知道吗 清零的父母很支持我们的关系 谁跟谁的关系 我和清零的关系啊 我们现在在同一所大学念书 我们俩可以天天在一起 再说了 没上大学之前 我们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你今天是不是来人家的车了 你今天是不是来人家的车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人家车的 她来找过你了 都找到邮局来了 她到邮局来干吗 你们是不是又诱惠了 我看下次啊 还要诱惠到我们家来呢 你别那么激动啊 我把你工作的事跟她说了 她就是为了这个事 才准备到我们家的 你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就算了 以后我再也不管了 来 她真的为了我的事 要到我们家来 我骗你干吗 谁啊 谁啊 田姐啊 吓我一大跳 好好的没做什么亏心事 怎么会吓一跳啊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 来 进来坐吧 来 我看你挺高兴的嘛 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说出来 好让我跟你分享分享啊 开心的事啊 那可太多了 你来看我挺开心的 你今天去哪儿了 今天出去逛逛 活跃一下我的大脑 和谁啊 和 毛咪 是 吃麦碎吧 你看我 我要不说你要瞎猜了 那你别小心眼啊 我和同班同学出去逛逛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谁小心眼啊 你心眼大你刚才 你闪烁其死的样子 你想干吗 谁心眼小 是吗 你会说成语了 你少来精灵 我跟你讲 不是为了你好 也为了麦碎好 你要再这样跟他交往下去 你别怪我 我回去告诉你的父母 你知道我怕我父母 你也别吓唬我呀 我没吓唬你 我还要去告诉麦景天 你看 你知道我父母也管我闲事 你让他们压我是吧 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好 我要出去一下 你刚回来又要出去了 厂里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我得参加 我走吧 你突然能吃到吗 你干吗 我走 你干吗 你干吗 你 revolver 我吃无聊 你老板 可真是你会儿 你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们老板 你都不再反复了 不三处 我马上 老麦 金厂长来了 请进 来 坐下了 坐 好 喝这酒 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仔细想想 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 也许 这就是命运 其实探到谁的头上 谁都躲不掉 过去的事 我也不愿意多说了 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麦瑟尔上了大学 他一旦闭了业 他肯定会来找我的麻烦的 老麦 但是我把你分析 做得更容易 我说这是什么 这种业细 你看 一次都是在家里面 对 就说又是家里面 怎样 咱们 二十年前 我是和方云谈过恋爱 可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每次和方云见面 都是在谈慢事儿 也是因为当时年轻 的确是有些不妥之处 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也没办法挽回 何况我们现在 各自都有了家 要是还是抓住过去不放 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至于说卖孙儿 你把她养这么大 那她就是你的女儿 你对她有感情 她对你同样也有感情 至于说 卖孙儿的学习成绩 那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们临江区 她是个高考状态 她现在在大学里 不是挺好吗 我想等她毕业以后 她的前途一定会很好 要是回到临江来 我一定会好好安排她 这一点 请你们放心 至于说老麦跟女儿的关系 我想这人心都是肉胀的 是吧 何况这孩子也很善良 做父母的 应该体谅一下她 多去看看她 一次不行两次三次 我想这做女儿的 总归 会体谅自己的父母的吧 那老麦工作的事 你还得多费一点心思 工作上的事情 请你们放心 我毕竟还是一场之长 开会的时候 我会为她说话 对了 我给你们透露一个消息 接下来啊 厂里要搞承包 以你老麦的技术和能耐 去下面的分厂当个厂长 那是再合适不过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对了 老麦 明天你到厂办来一下 去领一张表格 表 表格 这次分厂搞承包 我呢 会在党委会上 激励地推荐你 可是这个竞聘的表格 你得自己填 走走过场吧 那好 那我明天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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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啦 我拿钥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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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这机碗呢 来进来吧 给你买个杂链 你这老婆买杂链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怎么说这话呀 咱俩谁跟谁呀 肉馅的 那是 你怎么不洗脸刷牙就吃东西啊 来 擦一下 擦一下 擦一下手 别噎着啊 我给你倒点水 昨天我态度不好 我跟你道歉啊 你别生我气啊 没事 别生我气啊 嗯 走了 来 喝点水啊 好 一会儿我们上街去呗 我 我可能要回想家 你妈妈上个星期 不是刚来学校看过你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那个人 当头 当过案了孩子 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爸 他可能是想教训教育我 那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回去啊 好啊 你们家不是没叫你回去吧 我们一起回去 路上也有个伴儿嘛 要不咱们下回家回去吧 要不咱们下回家回去吧 我怕我爸万一有什么事 我照顾不到你 我又不要你照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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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满岁 陪我出去玩去吧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今天真的不行 我跟我同学都说好了的 一起出去 赶紧吧 满岁 我去吧 进来呀 站着干吗 满岁 你对人家这么凶干吗 人家小伙子 男为情 他呀 他才不归男为情呢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的男同学啊 脸皮都可厚了 是吧 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金灵 我以前的同学 你好 逛小鸭 您好 打扰了啊 是啊 本来说好陪我出去逛的 可你一来啊 他就陪你了 人家大老远过来的吗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一起出去 我可不想做你们俩的电灯泡 再见啊 met着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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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 RuHk 多少钱 不用 我带钱了 别别别 我来我来 是我的 不行不行不行 咱俩谁跟谁呀 收起来吧 算了 也都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吧 走吧 走吧 看什么呢 走吧 走啊 走啊 咱们复买完了 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啊 那里公园咱们到那儿坐会儿 行啊 走 上车 难道龚田田在跟踪我们 真的会是她吗 她为什么要这样啊 来 经理 你觉得龚田田这个人怎么样啊 提她好吗 我觉得她平时对你挺好的呀 我觉得她挺喜欢你的 真的 嗯 可是我不喜欢她呀 我喜欢的人是你 真的假的 我从不撒谎 干什么呀 这么多人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跟她 真的没希望啊 你笑什么呀回答我 我跟你说了嘛我从来不撒谎 我骗你个妈 下来吧 我搅起来吧 你干什么呀 你吓死我了你 你在学校里 四年 才有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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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买了 金灵 要不你还是把票退了吧 我又不想看了 买都买了干嘛退啊 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再说了明天还要上课 还不如回去复习功课呢 看完电影才八点多又不晚 看吧 什么电影啊 好看吗 爱心了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让麦素尔得到精灵 我得想办法 我得冷静 我得想想 我一定要让他们分开 我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不想为了 是啊 好 不然 不然 你怎么办 需要 嗯 来 白嫂 我真的特喜欢你 那我回去了 那我回去了 天天 天天 你怎么在这儿 我吓着你了 怎么了 你找我有事 你今天去哪儿了 我不是跟你说我回临江了吗 刚回来 至于吗 你跟我编什么故事啊 我没编故事啊 我怎么发现你是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呢 你跟我撒什么谎啊 行了 那你让我这个肮脏的人还是回宿舍吧 你给我站住 要不要我提醒提醒 天天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好不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 你知不知道 什么是你的空间 什么是你的隐私 你的空间里的隐私 你就是黑灯瞎火大庭广众之下 你更人牢牢抱抱吗 你的隐私就是跑到训法大学去 去跟他吃饭 怎么没把你给噎死呀 还去看电影 去让黑灯瞎火的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你回来干什么 你住嘴 跟踪我是吧 是啊 我是跟踪你了 我跟踪你怎么了 我错了吗 你太可视了 我对你是什么样的 也太不是好歹了 你跑去跟个女疯子去约会去 你说话点点点 我告诉你 你知道这是麦瑟他爸破案 你少跟我来这一趟 告诉你 今天你做了什么 我都要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你仅要告诉你的父母 我还要告诉麦景天 我要让麦瑟重新回到疯人院 那里才是他应该待着的地方 老麦啊 别坐了 老麦啊 别坐了 好了 好了 快来吧 来 来 这么多干吗 你忘了 今天是你生日 方言 这些应该都是你喜欢吃的菜吧 我以茶 代酒 祝你生日快乐 老麦啊 你要是想喝酒 你也喝一口吧 不喝了 说好了借酒 那我就一定要借 再说了 我这人要是一喝醉 我就是个混蛋啊 不听我定了 封 Wolf 我以前打你 是我不对 我保障 以后再也没打你了 我希望你也能原谅我 老麦 我们风风雨雨 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还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我只求你一件事 只要你对麦瑟尔好 只要你让她 安安心心地上大学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今天是你生日 我们先把生日过好了 麦瑟尔的事啊 我们改日再待 麦瑟 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只要让麦瑟尔上大学 这辈子 我做牛做马都万一 你看你 你说哪儿去了 我答应 我答应你就是了 来 生日快乐 你 你 吧 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直到去上课 可是到现在 只要卖算他没课 他不想就出去玩 把沈真好玩的地方 都给玩遍了 停停停停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来 擦擦 擦擦 不哭了 有一次我劝他 他不听 他会打我了 是吗 他们两个人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的 有一个多月了 是吗 田田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 是玲玲不让我跟你们说的 她说 我 不跟我告诉你们 她就杀了我 这孩子 他说气话呢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做嘛 想话 太想话了 赶快让他回来一下 好 我们做完了 好了 说起来 你坐下 草云 二伙 二伯 你还会 你坐下 过去 我走下 不是 我走下 我走下 我走了 你走下 你走了 莲莲 你先坐去 莲莲 我和你妈妈之所以把你从省城叫回来 是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神神叨叨的 莲莲 我问你 你和田田是不是又闹矛盾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大老远从省城把我揪回来 就是问我是不是跟公田田闹矛盾了 是爸爸问你 不是你问爸爸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我喜欢的人是麦穗 我跟你说过 你跟麦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啊 这件事情我以前就跟你讨论过 因为 因为他是个病人 你硬要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不仅会害了他 也会害了你 人家麦穗尔咱们临江区的高考状元 南方政法大学的高材生 这还叫有病 莲莲 我们听说了 最近你几乎天天跟麦穗尔在一起 还淘了好几次课 这怎么可以啊 这那点课我跟麦穗尔都跟得上 你和麦穗尔不顾一切的一道旷课 这 这就是精神分裂的表现 你总是告诉我 他没病没病 我今天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判不到 灵灵 你得听爸爸的啊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我为什么自己的事 就不能自己做主啊 我实话告诉你们了 你们老是向着恭田田 其实我非常讨厌他 不管你们怎么反对 我就是想跟麦穗尔在一块 我看你是疯了 灵灵 不管怎么说 爸爸妈妈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 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爱我 我也很爱你们 可有时你们这种爱 不但不能帮我 反而会影响我 这件事我想自己做的 你做不了丑 我是你爸爸 你得听我的 灵灵 你想干吗 跟你们太难沟通了 我想回学要去 明天是礼拜天 你在家待着 明天我就想安送你到学校 明天我都跟麦穗尔约好了 我们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什么资料这么重要 不用走 你怎么不讲理啊 是我不讲道理 还是你不讲道理呢 就走 回来 干吗呀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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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开门呀 你怕妈妈跟你说呀 没什么可说的 说什么呀 你们太烦人 太不将领了吧 雨珊 你看她 雨珊 儿子大了 不能一埋的 儿子再大了 她也是儿子 我告诉你 今天她要不听我的话 就别想出这个家门 雨珊 你要干吗呢你 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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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挡着脚吧 莉莉 吃早饭了啊 快起床 莉莉 莉莉 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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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怎么了 玉玲跳床跑了 爸 妈 我说过了 你们无法阻止我和麦瑟在一起 实际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两个真正相爱的人 对不起 小混蛋 你